男生的狀況還好嗎 有沒有欺負公款啊 要不要說明一下 牙神帽戴墨鏡口罩 正張臉包起來 他正是龍眼總裁李志聰 身旁大陣仗 提醒互助頭部 還有四名罰警 統統替他介護 涉嫌與妻子劉平 挪用公款 北檢27號訓後 預置他200萬交保 你不要報告他 律師團早有策劃 26號向監察官請假 說他身體不適 結果27號自行盜案說明 起初只有妻子 直升到北檢附訓 還得用手遮眼自己申請 是不是很後悔 最後妻子吐出涉嫌侵占的 2100萬 換得百萬交保 但檢方認定侵占是事實 李志聰撇清不了關係 檢方掌握 夫妻倆透過公益捐款名義 把龍眼公司款項 移轉到龍眼基金會 在移轉到妻子的 福澤基金會名下 最後拿來私用 每年約300萬 疑似用來支付 劉平的卡貝 貸款奔息 或購買金品 甚至拿來繳錢 七年間涉嫌侵占了 2100萬元 除了給太太之外 還有給別人花嗎 冰帳大和李志聰 曾被周刊爆料 和前韓社董事長 賴英禮傳緋文 賴英禮還為此 善刺董事長的職位 這回夫妻倆涉嫌挪用公款 李志聰身體不好 恐怕想用認罪患緩起訴 避免受牢獄之災 記者郭鮮榮新倫 站在台北報導